如果可以重来 你还会选择她做老公吗 不会 这个问题 前两天在网上好多人问 那些女人的回答可有意思吗 那女人这样说的 结婚之前 她说为我挡风遮雨 结婚之后发现 风雨都是她带来的 我把你当老公 你帮我当保姆 的确看上去你好像很努力 你好像付出了很多 你一个人在扛着 但其实在我的眼里 你是不作为的 我所指的作为和不作为 不是为她干了多少 为家庭承担了多少 而是你没有让她成熟起来 就是不作为 事实上你做得越多 她就做得越少 并且她并没有体会到 你的努力和付出 背后的艰辛和忍耐 所以才会出现 主持人问她说 你打多少分呢 70 她觉得还挺满意 因为她之所以会打70 是因为她没有体会到 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真正的煎熬 所以她还理想化 而你为什么会打40% 是因为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哎呀 那么70%和40%中间的 这30%是什么呢 在你这儿是遗憾 失望 在她那儿 我不知道有没有产生 30%的愧疚 我听编导说 这个男生任性到 昨天跟她小吵了一架 就失踪了一天 都不知道今天 会不会来录节目 也就是说 到了昨天 她还是这么任性 而且编导反反复复 叮嘱我说 千万不要对那个男生 说话带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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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方面 很欠缺 以后跟你沟通这一块 我会注意一下的 然后我希望你能够真的长大 支撑起这个家庭 以后孩子这方面我来带吧 虽然说我没有你那么能干 但是我会把家庭这方面的事 我来做好 我就希望我们俩能够一起承担 一起去成长 我希望你们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站在你离开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秦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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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